現在講回下一套,妖怪少女石樓Zakura 但看的人很少,原本是一個漫畫 但以這集來說,除了一個聲優陣比較豪華之外 基本的結構跟新版介紹一樣,有一個妖人簿 整個故事都可以以描寫女主角的心理變化 算是 另外兩位,孖胎那兩位,那兩位不要理 那兩位一開始已經搞定了 但你說特朗普,花澤那位 中段到第三、四集會有 跟李劍的關係,知道他的能力 但始終女主角是Zakura 整個故事都是以他為主軸說的 無論開頭,因為他很多時候是戰鬥主席 他是拿刀那個,所以他是攻的,不是仇的 就算去到後面的神隱之村 要說回最原始的就是Zakura 本身的故事 所以他絕對是正印女主角 那你說縱觀整個 第一件事說的就是 他的畫風某程度上 跟近期的動畫有少許不同 這個是值得留意 某程度上,幾偏向像漫畫感的畫風 就不是太像動畫 特別是那些面紅 那時候是用線來表現的 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些情況 那這個就可以說 有些人接受到,有些人未必接受到 但其實以那種畫風 或者是眼的畫法 其實都會是偏向畫 可能是舊式或是漫畫的 但是另外一件事 都跟畫風有關 可以說過這些 這些就 我不知道像不像漫畫 像的 都應該算像的 但如果你沒有看過漫畫的話 你就這樣看上去就覺得 為什麼那些人這樣 不過他比漫畫好很多 因為彩色 漫畫比較恐怖 我們不要管漫畫有多恐怖 我們現在在說的動畫 所以這兩個部分 某程度上 就有可能令到有些觀眾 卻步 但其實 重觀回整個角度來說 不要畢竟畫風 但其實畫風 他的動畫感的表現 就遭做都可以 當然 你說他的動畫 就是他戰鬥部分 通常一刀必殺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打 其實就 沒有什麼戰鬥動畫可言 如果你說一定要講的 一些場景 例如畫 那兩個什麼 那兩個半妖 對方那兩個 對方那兩個 就是 打劍 那時候有些位置 都做都可以 不過那些場景又少一點 所以 主要這套 都可以說 你當他民氣為主 都很少的 戰鬥畫面 那 講完 如果說作畫 或者這些分鏡之後 那 講回那個基本故事 大浪 很簡單 那 《妖人暴》 一直以來都可以說 退治 你當 簡單來說 好像陰陽師 但當然他不會殺死妖怪 他只是 收服 或者說 弄走他 在妖怪的角度 可善處理了他 不是用人類的角度 一直以來都會帶出到一個明顯的訊息 例如說 《起酒店》那集 或者其他集數都會講到 人對於妖怪那種的恐懼 還有那種的偏執 可以說是偏見 那類的東西 回到他的時代 對 這個時代的問題 正如老闆所說 我叫你們《妖人暴》來 是幫我搞定他的 不是幫我搞定我和酒店 某個角度來說 就好像全種全 我們人和妖怪兩個種族 他就不會看到半妖這個 這個案子 或者覺得 人當然要搞定這些 那些妖怪的 沒得共存的 他們在這裏搞定 我花了這麼多錢來搞 這個可以說 突出到 《妖人社》裏面 半妖的女生 和那班 和半妖女生 一起生活的軍人 那個問題 他們站在說 他們不算是絕對的人 也不算是絕對的妖 他們可以說 正如他妖人社的目標 看來共存 他們說 他們怎樣去改變這個時代的人 的想法 透過妖人社所做出的努力 這個可以說 另外一個故事的重心 當然 這個去到結尾部分 你看到 播歌人 好像有些改變 當然 你那些無知悔養 或無知小朋友 都是看一條街 對 未必一定可以作準 但是 你可以說 做到一個首尾呼應 就帶出到 開始會有人想接納到 做到一些事情 另外一個可以說 很中段的就是 剛才說到 川普那個位 他那間妖刀 那間店舖 那裏就說 一個人 請了一個妖怪的美女 那些位置都會帶出來 可以說這個作品 都會有些位置 不斷滲出來 但是如果說 一些角色向的主線 這個澤庫羅 你會看到 他一開始 很抗拒牛奶 或者很抗拒 我們的男主角 男主角叫什麼 我已經不記得了 不要理他 當他廢柴男 我們叫他 很抗拒這個廢柴男 因為他真的覺得他很廢 經常都很害怕 經常要澤庫羅保護 因為男主角 經常都會說 他覺得自己好像很沒用 經常都要澤庫保護他 但是 反過來 另外那邊那兩拼 就比較分工正常一點 就是川普 或者李劍那邊 就是一個 絕對單方面的 一個保護一個 所以 他會某程度上 對比下去 好像他真的是最廢 是 但是 如果你一直這樣去 你會看到 男女主角 也會有些轉變 就是 怎樣 開始看到他 男子氣概 帶他回家那些 不算 帶回家那些 當然很少 帶回家那些 當然很少 就是說貓的問題 可以某程度上 令到男主角 沒有那麼害怕 妖怪 特地做了一個集數 可以說 因為一直以來 他以為不報 一開始他是 很害怕很害怕 見到就 嚇到傻了 見到那兩個小朋友 都已經嚇到傻了 我覺得是一個南瓜頭 到後期 可以跟他玩 騎博馬 然後 去到中段有一集 說他會回家 然後 找回那隻貓 小時候跟他一起玩 那隻貓 你會看到 一個很明顯的集數 就是說 說他會是 接受了 或者是沒有那麼抗拒 就是令他容易 因為這個是他 過往 小時候 一個挺換本 這隻寵物 可以當是 同等道理 都可以帶到 這個 男女主角關係 發展的路線 也會說到 那個什麼 你做的事情 就要買些東西 給他吃 對 後來 這個東西 可以說 帶了出來 後來他有些東西 真的買 那些東西 你會看到 反映回來 這個集 其實不單止 可以做到 男主角的關係 推薦 也可以做到 男主角對於 妖怪的恐懼 慢慢的減退 也同樣是 做了一個復北 所以 某程度上 雖然 集數不算多一季動畫 但是 每集之間的扣連 和復北的編排 都是可以 同樣的道理 他會做到 人品描寫 當然 你可以說 他 戰鬥那方面 因為很快 很和弱 所以 某程度上 問氣為主 所以 人品描寫方面 會做得比較突出些 特別可以說 可能他也是 少女漫畫本質 所以 這方面 比其他 易血向動畫 那 你說 最主線 最後面的部分 可以說 或者 我可不可以說 其他 其他 不如說 我們說 槍婆 或一花澤 那邊 因為他的能力 就是 電到那個人 毒心 那 你會去到 講 劍那一集 就是妖刀那一集 就會 帶出來 講他的能力 因為一直以來 都是他不肯說出來 因為 會讀心的人 通常都 被人害怕了 他 所以他怕 李劍會害怕了他 當然 這兩個 很明顯 就是一批來的 你一直都會看到 李劍都是一些 感覺上 不會表達的人 目口目面 但是 配著這個 就對了 我不需要說出口 你摸我 你都不懂 你摸我 你不要理會 摸哪裡 所以很簡單 我覺得很可愛 隔著衣服也可以 不要理會 隔著衣服 這些是後話 你可以說 表現 他們的角色有一點不同 因為可以說 紫蘭那邊是紫蘭那邊 紫蘭那邊是紫蘭那邊 男主角站在後面 很害怕 又攻擊又手 對 但是李劍 反過來是 李劍是打前頭的 是 是 支援 支援 或者是花瓶 他都是 唱阿哥 那樣 沒什麼做 可以說 角色調轉 反過來 在女性角度 覺得 男性保護他 那個問題 所以 反過來 男主角那邊 就是 男性那邊 覺得不好意思 他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 推爆出來的事情 大家都是愛慕 但是 男主角和 薑菇蘿那邊 就是 薑菇蘿保護他 男主角覺得 我都應該做一些事情 去保護薑菇蘿 或者是說 我都要長樣一些 一個向上 向前的 force 你說 張摩那邊 就反過來 純粹一個 愛慕那邊 因為李劍本身的表現問題 你可以說 很多時候 這些就是 你自己內心 夾到夾到 夾不到 不過其實都很明顯的 都不會夾不到 你說 雙貓胎那邊 那些 那些就 比較霉頭一點 你可以說 有時候 那些 經常都一點點 你說最能表現到 他們的 那個位 應該就是 燕匯保鏢那一集 應該是 打完蜘蛛女 打完蜘蛛女 那邊 因為 雙貓蘿不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 所以就說 沒有戰隊員了 那怎麼辦呢 一群支援人在那裡 難道整個唱歌 這時候就硬擋了 就是 他們要保護 奸尿獸 然後 然後 硬擋 還有他們用色神 原來 色神沒破壞 他們會燒到自己 弄傷到 於是 反過來 就是 Ganis 就會覺得 為何你們要為我做到這樣呢 另外一方面 帶回到出來 就是 在他們的角度來講 雙貓台的角度來講 這個 這個 軍人 是 很少有可以 或者是第一個 分到他們兩個人 是 即是 他們很快 一開始 已經覺得 很正常 於是 女生那邊 會為喜歡的人 去做 付出 哪怕是 一些很犧牲性的事 都會做 這幾個 都帶到 不同的 男女關係 或是 相處 之間的事 我們講完 最主線的部分 去到後段 神隱之村 要講回 Zakura的媽媽 Zakura本身的故事 Zakura是帶著 雕嘴 項鏈的 原來是 用來 增壓她的力量 拘束器 對 拘束器 即是 什麼帶 什麼緊身 那些 總之 那些 原來她媽媽 是一個 很強的 無侶 當年 很正常 被村長選上 這些當然是 製薬工廠 量產化 但是 後來 做完 之後 可能我要多生一件 生一件 生不了 後來 她媽媽 被人混育在上面 然後 就 蟹後到 外遇 Zakura的爸爸 可以說 一個普通人 不是村長 本來生的出來 都應該是 因為她媽媽是人 無侶 兩面都是人 為什麼 Zakura是半妖 因為 後面 會說半妖 其實就是 神隱之村 拿大老婆 神隱 將人變成半妖 這樣 就會說回 這個問題 可以說 其實她整個 都交代了 所以 世界觀的大部分 我以為半妖 真的是 人不太妖 那那個是 Lankari 人蟲 先說回這個問題 其實 後來 她的 原配 算不算 即是村長 你可以當 簡單地說 發現了 殺了 Zakura的爸爸 即是普通的村民 你可以當 捉回她 之後 將她的胎 變成半妖化 於是就打了Zakura 但當時 Zakura出生 咦 零力很恐怖 這樣 很厲害 很厲害 於是她媽媽 已經這樣 吊嘴被她鎮壓著 帶了她走 同時 就吊下了 她的兒子 即是 一直以來一開 已經覺得 這套東西 都沒有多少個角色 你出得有面有樣 你就是奸 這樣過來 很容易想到的 就是那個 那些 什麼 什麼 花 不知道她是中衛 中衛 出了那個中衛 出了那個中衛 很正常 那個是奸 那個就是她的兒子 這裏開台 有一點點打 你不會覺得她原來是 輕妹關係 你只會覺得她是奸 就奸 她是奸 所以就要奸 很正常 奸 就要做奸 其實她的目標 就是要找回她妹妹 不是找回來 一齊生活的 是找回來吃的 找回來 做一個 好像當年的爸爸 那樣 生產一些能力 能力很強的後代 你可以說 就要捉回她 那樣 這個一連續的事件之後 就會帶出 我們藍燭 就會出場 解決這個事件 但當然 某程度上 有幾次那些 說得向的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打過的 其實 就會說回 說 Jagro的媽媽 給她那些 心靈感應 那類的事情 會解決這件事 中間又會帶回 同時 又是幾類的推展 不單止 可以說 是Jagro的男主角的發展 也可以說 帶回 Jagro的哥哥 即是新任村長 下一任 這一代 同時 她的父母 即是無女 那個 和好 親自之情 她一直以來都覺得 沒有了媽媽那種感覺 是怎樣表現 因為其實她是 將她媽媽的骨體 成為 沒有副調 沒有變壞 即是不理她 即是她 可以說長期拒罰 沒有我底下的一個 變態仔 可以說 可以說 這個問題 她是帶到 親情和感情 兩條線 都會出來了 同一道理 親情這方面 也不會說 絕對沒有 即是說 如果是沒有那邊 你說 那隻狐狸 白色那隻狐狸 都會說 帶一把來 當那幾個好像女兒 特別是Jagro 因為本來這個狐狸 是Jagro的媽媽 那個無女的 護髮之類 那類 所以 會看到 有些時候 她會自分 做回媽媽的行為 你都會 體會一些東西 可以說 總觀而言 這套作品 你說 親情和愛情一邊 幾條線都有推展 不同類型的愛情 和不同的側寫 和直寫 正面描寫 親情都會有 可以說 短篇來說 我覺得是不錯的 這套是 我少有幾套 是每個星期看的東西 不是合集的 這套是 只有一套 我們說 最後講一些聲優 中原馬醫 一貫以來的水準之上 就沒什麼特別的了 你要他 吵就叫 也可以 你叫他撒眼就叫 你叫他叫喊又叫 只是不能猴瘦打 要的都有 差不多 你說其他那幾個位 就 嗯 我想問 雙包拖的兩個是誰 為來的 我反而不記得 大把聲 應該有個不是胡蟲爾 好像又不是 反而不記得 但是 總觀而言 以前都是水長異常 但某程度來說 為什麼會是水長異常呢 因為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其他幾個人要做一些很複雜的情感都不多 都是很日常的說話 某程度就不會要求一些很高的技術含量 他們都會用原本的聲音就可以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難聽說 戰鬥人喊都不是喊 沒話可說的 哥哥 洗白白 大叫什麼 都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情感表現出來 所以整體研究噗音的技術方面 不需要一些很技巧的東西 所以聽起來就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說正常發揮 當然這套東西 縱觀而言 都是鍾元麻姨發揮的 其實是找到鍾元麻姨出來的 他用得正常的力氣感已經可以 都是不覺白實的 反而你說 講一些OPED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般的 但我又中... 沒有什麼驚喜 也不會有太大的劇情表達 沒有什麼 反而你說有趣的 就是他們在那邊唱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比較稀稀稀的 很奇怪 第一次挺有趣的 對 不過他不是太濫用這首 不是經常播放 不是變身畫面 還有他唱的時候就繼續打的 嗯 那麼效果呢 就... 會有幾少女向的戰鬥 有些花反給他 其實這個都... 在這個年代來說 近年的動畫都比較少見 少女漫畫的 改造的動畫 其實他很少人的戰鬥畫面都會有那種... 那麼... 少女命重的戰鬥 整天花反這樣 這個都... 可以說幾特別的 那...這裡就說了這麼多先啦 那...這裡就說了這麼多先啦 那...